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馬斯克接管推特後 受到了左派人士和左媒的狂轟亂詐 11月25日 他在推特發文反制左媒掀起一場文化戰爭的討論 從馬斯克和網友的互動中 我們可以隱約看出 他大手購買推特的真正原因 以及要達到的目的 而他做的這一切 對美國 特別是孩子們的未來有著重要的意義 文化戰爭的概念 最早由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家詹姆斯·戴維森·亨特 在其1991年出版的《文化戰爭 界定美國的一場戰爭》一書中提出的 書中圍繞墮胎 槍戒管制 休閒毒品合法化 同性戀平權 動物權利保護等議題 把當今美國社會劃翻為保守派和進步派兩個敵對陣營 前者信奉傳統的宗教和道德價值觀 反對墮胎和同性歡迎 強調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或者強調多元化和個人選擇權 支持墮胎 同性戀權利等 作者認為 兩大陣營在文化和宗教道德價值觀上已經變得不可調和 實際上 近期有關《文化戰》的說法是在馬斯克宣布收購推特後 左媒高調嚷嚷出來的 比如 5月22日 福布斯網站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說馬斯克收購推特案已經變成了美國文化戰的一部分 文章還說 馬斯克向內容審查開戰會讓仇恨野亂和虛假信息泛濫 他這麼搞下去 會把在推特做廣告的商家逼走 福布斯所指的仇恨言論和虛假信息 其實是指保守派人士的言論 大家都知道 這是左派媒體引導輿論的說法 美國感恩節第二天 11月25號星期五 馬斯克在推特發文說 大家對文化戰有什麼看法? 一時激起天層浪 馬斯克的推文引發網友的真相回帖 就文化戰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幾名網友的回覆 點出了當前美國文化戰的實質 一名網友說 文化戰的核心是兩類人的衝突 一类人尊重造物主 服從造物主的安排 另一类人把自己視為神 強調自己的意志 另一名網友說 老實說 我們似乎處於這麼一種狀態 有些人試圖把墮落變成正常狀態 有些人則保持不錯的道德水準 保守派組織維吉尼亞工程則說 這不是文化戰 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敵人的目標是對人口進行全面的獨裁控制 到那時 大屠殺將開始 值得關注的是 馬斯克回覆了三名網友的帖子 似乎透露出他收購推特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和目的 其中 一個帖子描述了當前美國左派文化盛行的局面 一種意識形態支配和壓制了其他所有的意識形態 和這種意識形態相左的一切都被扣上暴力威脅民主的帽子 批評決心主義 就是煽動性恐怖主義 只有一種說法可以存在 並且受到媒體的推崇 不同的意見就會被壓制 馬斯克對此點評說 精確 馬斯克多次說過 他收購推特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言論自由 該網友講到的壓制不同觀點現象 和他的想法不毛而合 此外 他也在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決心主義是一種心靈病毒 並形容政治正確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威脅之一 顯然對目前的左派意識形態深誤痛絕了 另一個帖子裡是一張卡通圖片 表達了對兒童未來的優銳 而馬斯克的回答透露出他內心的創痛 這張圖片的中心 是一隻標註為教育的特羅伊木馬 木馬裡有三個標註為覺醒宣傳的戰士 一名覺醒教師把木馬拉向標註為兒童大腦的建築 一對父母在門口張開雙臂迎接 整個圖片的意思是 學校向兒童灌輸覺醒的理念 而父母則以為學校的教育都是好的 馬斯克回帖說 確實是這樣 有一種感同山獸的意味 不由得讓我們想到 馬斯克的大兒子澤威爾 澤威爾在4月18日 也就是他18歲生日三天後 向加州高檔法院提出了變性申請 並把名字改為威威安·詹娜·威爾遜 並表示和馬斯克斷絕父子關係 18歲 是加州可以自己做主的法定年齡 澤威爾把姓氏改為威爾遜 是馬斯克第一任妻子賈斯汀的娘家醒 馬斯克以往的言論顯示 他反對變性手術 但在兒子的變性問題上不得不接受現實 並在6月底 一度罕見地在社交媒體上 神隱了10天後 見了教宗方濟格 可見這是對馬斯克的打擊 而澤威爾做出變性選擇顯然是受到 無處不在的左派宣傳的影響 澤威爾和四個弟弟 雖然是在馬斯克自己開辦的學校接受教育 但依然受到互聯網、影視節目的影響 同時 他的母親賈斯汀本身就是個激進的左派 他在澤威爾變性的消息傳出後 公開發表聲明說為女兒的行動而感到自豪 在公立學校上學的孩子 所受的影響就更大了 而家長也都是毫不知情 一名網友發文說 長期以來 普通人都不捲入有關文化政爭的討論 因為謀生已經很艱難了 多數人忙於生計 無暇關心政治 當我們在辛苦地掙扎求生時 顛覆者滲透了所有的機構 威脅到我們的未來 我們必須站起來 第三個帖子則改出了贏得文化政爭的辦法 帖子說道 我認為 右派要資助更多的藝術家、電影製作人和作家 而不是政客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沒有船隻 無法贏得海戰 沒有文化 無法贏得文化政爭 我們已經被動承受了太長時間 是時候發動進攻了 馬斯克回帖說 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右派或者左派 但我同意你的觀點 覺醒思想病毒已經徹底滲透了娛樂界 並把文明推上了自殺邊緣 需要進行反制 那麼 作為世界首富 馬斯克會不會採取什麼反制行動呢? 我們從他最近對推特採取的一系列行動 可以看到一些跡象 按照傳統的標準 馬斯克的政治理念 確實是中間偏左的 但由於美國社會快速地向左傾斜 他現在反倒被視為右派了 馬斯克早前在一個帖子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從馬斯克對上述帖子的回應中可以看出 他對極左思潮的危害有著刻骨鳴性的感受 估計也想做點事來糾正這種狀態 10月27日 馬斯克正式接管推特 緊接著就採取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行動 而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清理推特的極左文化 當天 馬斯克就對推特最高層一鍋端 炒掉了包括首席執行官 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法律顧問等高管 接下來 又對員工進行了大喚寫 不到一個月 三番之二的員工走人 我們在第838期的節目《馬斯克報遣規則》中講過 11月22日和23日 馬斯克發出了一系列的推文 曬出了推特舊金山總部的覺醒T恤曝光極左文化 並決定清除 將覺醒T恤換成了工作T恤保持工作 之後 馬斯克接連搞推特公投 恢復了川普總統的賬號 並將在下個星期恢復所有被封殺的保守派人士的賬號 馬斯克這一系列動作 既表明了他恢復言論自由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 讓保守派的觀點可以在推特上傳播 緊接著 馬斯克又掀起了有關文化戰爭的討論 反制左派媒體 將有助於更多民眾認清覺醒思想的危害 馬斯克的觀點隨即也遭到了左派網友的反擊 說 馬斯克你不是說 你非右非左嗎 可你完全是在幫右派說話了 其實 馬斯克抵制極左文化並不能說明他代表了右派 而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社會太左了 那麼 馬斯克下一步會做什麼呢? 他在推文中特意提到了覺醒思想滲透娛樂界 我們猜測 他是不是在暗示要在文化領域做些什麼呢? 他早前公布推特發展藍圖時 曾經提到一個神秘的X計劃 會不會與娛樂界有關係呢? 我們曾在第679期的節目《馬斯克脱胎換骨》中講過 馬斯克在推特神隱的十天後露面 發出了多張照片 顯示他帶著四個孩子 去梵蒂岡會見了教宗方濟格 我們知道 馬斯克過去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不信神 而是相信科學 他帶著孩子去見教宗 可能意味著他在信仰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而這也可能是他現在能夠認清左派思潮 並進行大膽抵制的原因 順便說一句 教宗方濟格有左派言論 但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依然代表著對上帝的信仰 馬斯克見方濟格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 此外 馬斯克從梵蒂岡回來後 常常發表一些關於精神感悟方面的推文 特別是在恢復川普總統和其他保守派賬號的公投結束後 他都寫了一句 人民之聲 上帝之聲 會不會再暗示馬斯克已經開始有信仰 或者想在文化領域做點什麼呢? 不過 在極左派拼命抵制的情況下 馬斯克要贏的文化戰並不那麼容易 即使是重振推特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戰 在馬斯克接管推特後 極左派團體就向企業施壓 讓他們撤銷推特廣告 試圖從經濟上摧毀推特 如通用模仿、歸類制藥、大眾汽車、通用汽車 都暫停了他們在推特上的廣告 不過 讓馬斯克感到欣慰的是 11月初 馬斯克收到了一條推文 鼓勵他點名批評抵制推特的公司 推文說 你有1億1400萬名粉絲 說出那些屈服於壓力的商家名字 這樣我們就可以反制他們 儘快推出你的8美元推特欄服務 讓我們現在就開始彌補損失的收入 馬斯克回帖說 謝謝你 並說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若合適的點名就會發生 估計馬斯克是向藉此警告撤廣告的公司 抵制推特將面臨嚴重的後果 另外 推特前高管曾經說過 馬斯克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 以推特內容不符合他們的規則為由下架推特應用程序 11月25日 博客節目主持人利茲·惠勒發推說 如果谷歌和蘋果從應用商店中踢走推特 伊隆·馬斯克應該開發自己的智能手機 一般美國人會拋棄充滿偏見、控制人的iPhone和Android手機 建議造火箭前往火星的人 造一款愚蠢的小手機應該不成問題 對吧? 馬斯克回帖說 我當然希望情況不要發展到這一步 但是 是的 如果沒有別的選擇 我會製造一款替代手機 利茲·惠勒隨後在推特搞了一個問卷調查 截止到美東時間 11月26日中午 已經有超過12萬人投票 其中51.2%的人按了是 48.8%的人按了否 站向惠勒所說的 一般以上的美國人會挺馬斯克 11月24日 美聯社引用網絡專家的話警告說 馬斯克似乎要把推特搞砸了 推特隨時都可能斷線 馬斯克回應說 美聯社是假信息專家 推特與其相比 是小物見大物 儘管馬斯克本身也有左派觀點 但和很多理性左派或中間派人士一樣 他反對社會極左化 更重要的是 他狂放不利的性格 反而有助於他獨立思考 敢於挑戰當權派的品質 還是值得肯定的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 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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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